明星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熊天平成功甩肉40斤 现在是将近是139斤 甩肉大作战 肥老不悦男神 道主于男神不是梦 粉丝逆袭成男神另一半 其实真的要谢谢的是君姻的妈 游祥新婚妻子葛天遭遇大扒皮 身世年龄都沉迷 琴曲歌王纷纷成家 林俊杰感叹自己掉队 缘分吧 这种东西其实很难说的 不得不说的秘密 小景腾透露出道前都唱杨坤的歌 我跟坤坤交情很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好招给力波里海台点心面 都要贯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城 大家好 我是温娘 是的 今天是教师节 所以我们两个人要祝全天上的老师 教师节快乐 身体健康哦 是的 而且呢 昨天我们俩也在微博上参加一个活动呢 是对老师说出一些想要感谢的话 也让我们想起了 那些年在学校的一些往事 嗯 说到往事的话呢 在学校当中应该属于是风云人物 校草级别的吧 哎 你怎么看出来了 我跟校草一点关系啊 我没有啊 我有另外一个称号叫校 校 校 就是体型就是朋友 哦 哦 金胖子 哎 你怎么知道很亲切 听到这 这真的很亲切 不过话说回来 真的是三十年和 三十年和 啊 以前其实叫我金胖子同学 我们在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呢 看到每个人都是大富费的感觉 你说我心里 好心 好 是吧 你是有自己的心酸食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 这个从来就没有发胖的这个经历 所以我压根就不能有你们这样的感受 但是说到减肥的话呢 娱乐圈能有很多的男神 他们有非常痛苦的减肥心酸食 我们继续看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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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老爽完肥肉如今都自夸零死角美男 那么赤裸裸的成功典范啊 各位御甩肉的广大男同胞赶紧正座学习起来吧 乐饭天综合报道 哎看了那么多这个减肥男生啊 我觉得你是肯定没有感受的 我觉得小猪跟我真的是很像 食量非常的惊人 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有靠不吃然后狂锻炼 是说到减肥的话呢 我发觉呢现在娱乐圈很多的男明星还是女生 他们都流行玩都平板支撑 平板支撑 哎加油来了 说来 你这是步步前进吧 没有啊 有多标准 但是听说好像做这个平板支撑非常困难 很多人就是一分钟两分钟都无法坚持的 这些人都太不嫌你知道吗 世界上最高记录保持着 居然是一个小女孩玩 有一个小时多哦 这么厉害啊 那你这样子做出这个动作也是想今天来挑战一下这个最高纪录 是不是 其实来来来来 这个来收一下 我已经很标签了好不好 还有那一个 讲这样 寂谱低一点 寂谱低一点 你觉得想让我这样 你要挑战就是这样子啊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小娱乐挑战了 我来看一下娱乐节目中还有很多粉丝的逆袭啊 说起明星艺人的交流 没什么事 我这就是个人 作词之文 有少论的 是对 转派人 有少论的 我们的小娱乐 想让我能够 想让我 一 可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粉丝逆袭娱乐圈明星 娱乐圈的粉丝也能逆袭体育圈明星 女艺人葛天这两天算是活了一把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她一夜之间为大众所知 不为别的 只因为她是肥人刘翔的新婚妻子 据传葛天早在十年前雅典奥运会后 就成为了刘翔的粉丝 尽管是一个娱乐圈小艺人 一个是体育圈的大明星 但就在刘翔因为伤病陷入低谷后 正因为有了葛天的陪伴 才渐渐走出低潮 最后结成一段良缘 只不过在刘翔婚讯传出之后 这位90后娱乐圈明星兼体育圈小粉丝 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基地 比如父亲是保力高层 大学时期就家境优越 住豪宅 以及过往的前男友是北京男男队员 还有不少媒体拿出资料证明 葛天的年龄并非官方所说的24岁 而是85年或是88年出生 而一项口无这蓝的万达公子王思聪 更是发微博映射这位响嫂 是靠着阵容才有如今的样貌 哎 小编只能说 粉丝明星的恋爱真是不容易 心脏不大可不行啊 粉丝追求男神 不仅需要相对较好的脸蛋 欺而不舍的意志 有时候还需要不小的牺牲 刘德华与妻子朱丽倩 密恋密婚二十余彩 将全世界瞒得那叫一个严实 而众所周知 朱丽倩是刘天王刘德华的头号大粉丝 崇拜到了极致 尽管如愿与男神共度一生 但他也在天王的阴影下 躲藏了二十余年 美好的青春不再回来 这其中的甜酸苦辣 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所以啊 粉丝倒追男神 不仅仅实施热情的付出 更多时候还有外人看不到的艰难 对此小编只想说 虽然明星与粉丝相恋的童话很美 但这出童话发生的几率 却小得可怜 缘分的事情就交给老天 有时候也许静静的守望就足够了 乐饭天综合报道 5分34 5分35 你你你再装吧 你跟你说 给大家澄清一下 刚才在播新闻的时候呢 小玉已经站着正在休息 现在还就是完全真的假装正在挑战 有完全就是在欺骗粉丝吗 我问你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干嘛拆穿我 不过说到粉丝真的把我吓住了 对粉丝是谁呢 粉丝是我们的一师傅 我们当然应该尊重粉丝 那说到粉丝 你肯定有不少的粉丝 对不对 我想听一听 问你我跟粉丝平时有什么样的互动没有 哎说到这个还真有哎 就是我记得好像我的微博上有固定的两三位粉丝每天都会跟我说什么早安啊晚安之类的 就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留言我觉得心里面是蛮温暖的这件事情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你也知道其实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个人跟你说早安和晚安你们感情会迅速交温 你觉得会不会跟这个粉丝会 日久生情呢 哎 我觉得日久生情应该还谈不上吧 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从这个粉丝的关系变成一个朋友的关系好朋友的关系 这个还是可以有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确认是这两位粉丝你确定是男生和女生了吗 这个我给确都是你粉丝啦 大家好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曲歌王那就是林俊杰听说他最近掉队咯 金曲歌王的遗憾结婚潮来袭林俊杰感叹自己掉队 现如今金曲歌王直接林俊杰在事业上可谓是顺风顺水 不过这感情嘛却依旧毫无动静 近日林俊杰在广州出席某饮料举办的英碰英全民赛歌榜总决选活动 也许是因为刚刚从桃车婚礼归来 大家都很好奇林俊杰是否会因为参加好友的婚礼而春心大动也想结婚呢 由于当天到桃车婚礼的除了林俊杰还有周杰伦王里红小敬腾等等 加上新郎桃车真是凑齐了五大金曲歌王 对于此次歌王的合体林俊杰感触的不是大家音乐的成就 而是这些音乐上的小伙伴如今都已经有了家庭的规划 自己感觉是掉队了 稍微多多少少会有点小羡慕 觉得说我什么时候会有机会 有一天会也像他们这样子 好像就是一个一个 然后剩下我一个的感觉 小平平赶紧跟上大家的步伐吧 请取歌王的遗憾 肖敬腾遗憾 大宅男临时下档 昨天肖敬腾上海 为即将于11月29日在上海举行的演唱会做宣传 由于肖敬腾走的是唱而悠则演的路线 当天记者也十分关心肖敬腾最近的影视动态 据说与赵丽颖一同主演的新剧一路惊喜 被曝光床戏很多 肖敬腾也大方承认 被以床戏为二调足记者胃口 因为这剧情的关系 我们都大部分是在床上演出 但是应该还是变错了 我可以到床的就是 我们都是床上的戏 但是什么戏 就去戏院才知道 而另一部于《威女郎》江苏映搭档 由朱延平导演的影片《大宅男》 则面临了上档一天就下档的悲惨命运 财经军运谈就要遇到如此境遇 肖敬腾对这样的安排也是一头污水 这个也是要问投资方老板们 这个我也想 希望在这边可以跟很多朋友见面 我个人也是觉得蛮可惜 乐凡天综合报道 《威女郎》 《威女郎》 《威女郎》还在点心面 《威女郎》关名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鲸英诚 大家好 我是温牛 是的 虽然中秋佳节 很多艺人都在工作中度过 但是有一位真的是很幸福 那就是周董周杰伦了 而且听说这一天 她是带着女友昆琳 来到了新的别墅中 一起度过 而且这一次两人还特别亲密 甜蜜了 听说有隔空完青筋 还有肩膀 有肩膀 我就想 以前你记不记得 周杰伦还喊话 所谓的狗仔说 如果哪一天 你们拍到我和昆琳 正面亲密的照片 我就承认 你看这一天果然来了 要是放到以前的话 这些照片 足以是惊爆我们的眼神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特别是他们这个 婚期将近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是 不足为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如果用周杰伦的一部电影 来形容的话 以前是不能说的秘密 现在是公开的秘密 不能不说的秘密 小景腾自爆 出道前都唱杨坤的歌 虽说一六圈 一众明星上台情报光 台下被八卦 可就算有这么高的处境率 他们还是有很多 不能不说的秘密 昨天小景腾 接着来上海宣传演唱会之机 提前录制中国好声音 这次受好兄弟杨坤之邀 担任梦想导师 我们的老肖也是尽心尽力 全力为杨坤组的学员 做专业指导 很荣幸因为第一次参与 中国好声音 那感谢杨坤老师找我 话说羽神担任 三十二郎的梦想导师 这样的组合 实在叫人出乎意料 而肖静腾也表示 这次来除了是看杨坤 这位铁哥们的面子之外 当中还有一个 大家不知情的理由 那其实我在台北出道以前 我就唱坤哥的歌 我们在餐厅唱歌就唱坤哥 所以我跟坤哥交情很好 过得不说的秘密 杨坤宁最爱和郭彩杰 一起做运动 那边杨坤老肖兄弟情深 这边杨坤宁就在晒甜蜜了 昨天杨坤宁在台北 出席某运动品牌代言活动 重回时尚舞台的杨大帅哥 走起秀依旧有模有样 而他也透露 自己一有空就会陪女友 郭彩杰一起运动增添情趣 爱的真实非常高调哦 他觉得郭彩杰适合 就是穿这种运动休闲的东西 他很适合啊 对啊 然后他也蛮爱运动的 对 所以平常两个人会去运动 有时间的话就 可以一起跑步啊 聊到女友 杨友宁笑得合不拢嘴 而女友郭彩杰也同样爱得放肆 更在杨友宁32岁生日时 甜蜜放肆 不过眼间的粉丝发现 两人貌似穿的是情侣装哦 就我觉得最好的情侣装是 两个人穿得很大 很四五配这样 不见得 不见得一定是要两个穿的一模一样 小贝萍 小编觉得西装和婚纱 才是最好的 不得不说的秘密 爱戴自爆曾怀孕流产 近日爱戴在北京出席某时尚活动 当被媒体追问婚后当人妻的感受时 没想到身旁的一众好友 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爱戴嘛 然后结了婚之后 这个中秋 你结婚了 你结婚了 你什么时候结了婚 你什么时候结了婚 我结 没有我没有 我没有办 因为我想等着 等着有宝宝的时候 虽然爱戴低调领阵结婚 让身旁好友意外获得惊喜 不过接下来爱戴的这番话 可就让小编跌破眼镜了 其实之前参加一个节目调了一次 说实在就是自己挺害怕的 因为其实也三十多岁了 也挺怕说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现在再加油 小贝萍建议高龄产妇 还是多敬仰少活动吧 乐饭天综合报道 我们海苔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那赶快来看一下 昨天的问题正确答案 那就是蔡依林 要恭喜这两位幸运的观众 可以获得好吃 好给力波利海苔点心面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黑币亲币签名的专辑 还有那就是9月13号 谭未为驾驭改变 发布会的门票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就是 这个画像是哪位明星呢 这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的 翻天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 回答准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好吃 好给力波利海苔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当然了 还有我们今天节目 主要送给大家的 消极能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 以及谭未为9月13号 驾驭改变发布会的门票 还有呢 就是爱情魔幻剧剧 微女夜兽的电影票两张哦 是的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负得时尚运动T恤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